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叫做异乡人 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经典文学作品 因为每一次做经典文学作品的访谈 事实上如果一样是20分钟的内容 我都要花非常多的功夫 就是跟一般的书籍 可能要多好几倍的功夫 去做一些准备 不只是阅读上面的准备 最重要的是一些想法和观点上面的 一些内心的沉淀吧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它是值得我们一再咀嚼 一再去反复的去品尝的 所以呢 这一本 异乡人 它是存在主义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作 这个作者叫做卡妙 我想很多人对他不陌生 那么呢 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 其实对于存在主义 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议题 有一个特殊的情感 因为呢 我本身学心理学 特别是 学习社会心理学 跟人格心理学这个领域 那我知道 其实存在主义 对于 某种程度上面来说的话 对于某一代的年轻人 他是在他成长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养分跟思想 甚至于我可以说是 他是跨了好几个世代 就像可能老一辈的人 他可能会去读卡妙啊 尼采啊 鼠本华等等的 那其实新一代的 像我们有时候看春上春树 他里面有很多存在主义的一个影子在里面 所以呢 今天要谈卡妙的异乡人 就是因为他是经典 所以呢 我觉得 突然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未来等我 也不是要说等 未来可能特别抓出一个时间 去做这个存在主义经典系列好了 不过这个话一说出来 我发现我自己很害怕 因为他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去做准备 OK Anyway 反正他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也是一本很棒的小说 其实呢 在他的书的封面说了一句话 他非常非常震慑我的心神 他说 我知道 这世界 我无处容身 只是 你凭什么 审判我的灵魂 我想这是很多人 对于 可能社会的很多现象 当我们面对很多生命的不满 或者是我们面对很多 这个世俗的压力 别人理所当然认为 一个人应该要如何的时候 我们内心当中 可能的呐喊 就是 你凭什么审判我 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所以呢 今天 谈的这一本书 异乡人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 不管你读过也好 没有读过也罢 你了解存在主义也好 不了解存在主义也没有关系 当做是一个享受 享受我跟 这个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社是麦田 我非常谢谢麦田 因为我想如果没有麦田 多少 很重要的经典著作 不会在繁体中文的世界出现 那么今天邀请到的 就是麦田出版的副总编辑 陈寅如小姐 跟我们一起谈一谈 关于卡妙的异乡人 寅如你好 凯玉好 各位听众好 寅如这本书 异乡人 我想 因为它是经典 所以其实 它在台湾 也就是在繁体中文世界 也绝对不是第一个版本 是的 它也已经有好几个版本 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之下 你想要再把它呈现给我们的 台湾的读者面前 其实关于麦田的经典系列 我们当初要做这个书系的时候 其实有抱着两个初衷 像我们这一代的工作者 其实我们从少年时期 我们那时候有所谓的新潮文库 是是是是 自文出版社 没错没错 对到我们非常多的读者 对到我们非常多的读者 那我们小时候读这些经典 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刻下很深的痕迹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想要做这样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两个初衷 第一个就是我们少年时期 读过的觉得受到很深影响的作品 我们希望能以适合新的面貌 介绍给这一代的新的读者 所以我们希望以比较贴近年轻读者的包装 或者是在翻译的语言上也能够更现代一点 让读者认识这些经典 那再来就是 其实过往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经典作品就是那些 比如说卡妙一定是鼠疫 一乡人 然后马奎斯可能就只有百年孤寂之类的 就是他们可能只有一两本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当代经典 我们还无缘去认识 那麦田希望就是 当然我们花的时间会长一点 可能需要很多的努力 但是希望能够把这些 还不为读者熟悉的当代经典 也慢慢带给大家 所以卡妙一直是在我们的 读书的世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尤其是在我们青少年时期一定面临过同样的很深的困惑 就是所谓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活得好活得不好 因为毕竟你知道的我们都会死 人都会死 你不知道死亡何处到来 那在面对这个未知的一个最终的结局之前 活得好不好 或者是别人开不开心 别人幸不幸福 我对别人做了什么事情 我对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到底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吗 那很多青少年他会执着在这个问题上 或者是一直到成年之后他还一直困在这里面 他构成了我们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部分 可以说很多人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左右 去左右他未来的人生 或者是生活里面各式各样的选择 那面对这样一个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卡妙在《一厢人》这本书里面 其实他说出了他一直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 一个看法 同时也帮我们好像为这个问题 找到了一个还蛮新鲜的出口 你可以从这个主角尤其是《一厢人》的摸索 他最后的一番阐释里面 也许你可以找到 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自己对存在主义一直感觉很深刻 那么这个深刻呢 可能跟我的训练背景有关之外 那我自己与真实生命当中 也历经了一些生涯的选择跟转折 我常常觉得人除了在青少年 因为荷尔蒙作用的关系 会常常想生存的意义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时机 就是在我们生涯面对重大的选择的时候 特别是比如说有些人在退休之后 那有些人在面对子女离家的空巢期的时候 因为突然之间生活的重心 你可能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你要有一个大的移转 甚至于是一个大的失落 你过去有的通通 突然之间不见了 突然之间变的模样 那你原本认为的世界的秩序完全的崩解 你从一个信仰要转移到另外一个信仰的中间 也就是说前不早存 后不早天的一种我们说灵魂的 孤寂灵魂的暗夜 这时候其实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 存在主义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引导 那么我为什么说引导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看存在主义 过分极端 他可能光谱属于有一端的就是 反正人生没有意义 那么就虚度 就算了 就什么都不在乎 就什么都不重要了 我想其实真的我们回归到存在主义 真的要告诉我们 不管从文学的领域 还是从心理学的领域 他告诉我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是要让我们从 可能我们无可避免的死亡 我们无法逃避的追求意义 孤寂跟等等的问题上面 去找到原来我人生此时此刻 他要透过这些 看似你无可逃避的人生的 某个状态跟终点 但是要回观到 其实你最有意义的 叫做你的当下 是 他一直在呈现这个部分 但另外一个极端的人 就是怎么样 过分去攻击 就是你们都是无病生严 怎么样怎么样等等 好像我想会去攻击的人 通常就是他自己生命 还没有走到 那个必须要深刻品尝的阶段 是 他还不能够 这样是不是偏见 他还没有能够体会 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样子 是的 一种模式 是的 所以呢 为什么讲这一段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回到 异乡人这本书 他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 这个感动就是 我想 人的一生当中 多多少少可能 有时候 因为某种的外在或内在的转变 会面临跟 莫说很一样 就这一本书的主人 对 很一样的内在状态 是 你们书中写的 就是说他用一个鸟看者的角度 是 去看待他自己跟这个世界 跟环境 可是呢我自己会觉得 他其实是一种 他呈现出来 其实是一种还蛮冷漠 蛮疏离的 嗯 嗯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在生命的很多 生命的不同阶段有时候 或多或少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 会觉得这个世界 跟自己 没有直接的相关 与我何干 对啊 反正不管你世界再怎么动 我好像都没有力 无力去控制 对 无力去掌控 我只是 很多人常说嘛 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小棋子 嗯 或者是说我们其实都是活在 神的游戏里面 嗯 我们到底到底人在干嘛 嗯 不知道 嗯 很多的无力感是一定有的 是 那在一个缺乏一个 控制的确认感底下 人就会觉得非常的渺小 嗯 好像随波逐流 会是一个最简单 最轻松的 生命的方式 对 对 那在这样子这种随波逐流 或者是一种疏离冷漠里面 嗯 其实很多人就会 就会网到那个 就是虚无 嗯 或者是很 很徒劳的那个方面 悲观的方面去想 当然 其实老实说 人生的确是徒劳的 嗯 你活得轻松 活得痛苦 最后就是死 嗯 那你死了 你可能有个 再生 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就是 最好就是死透了 嗯 这样最好 但是不论如何 嗯 随波逐流也罢 嗯 但那一定是你要选择去随波逐流 最重要是要有自觉式的选择 自觉的选择 而不是一种 生命核心的一种 被动 无奈 下面的一种悲碳 是 而是你有意识的 对 这就是我选择的生命样态 是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而且不是出于逃避 也不是出于恐惧 是 而是你很清楚 这就是我 没错 那么 其实要谈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 是不是 请迎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这个 没说 也就是异乡人这个故事本身 对 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是 没说 主人翁 他收到电报 嗯 说他住在养老院里的母亲已经过世了 是 请他赶到养老院去送送葬 嗯 那一开始这个没说他 你就可以看到说 哎 母亲过世了 突然的过世 但是他的反应 其实第一个烦恼的是 啊 他得跟老板请假 老板会不会答应 嗯 然后他要搭两个钟头的巴士去养老院 嗯 然后好 这样子一翻周车劳顿之后到了养老院 呃 养老院的院长就是问说 哎你要不要见你母亲最后一面 嗯 但是他居然就 就说 哦我不需要了 嗯 嗯 然后在首陵的夜夜晚呢 他还想到说 哎 我们 喝杯咖啡 嗯 或者是抽根烟 嗯 那在旁人看来 这这点非常的 不可思议 你的母亲过世了 对 但是首先呢 墨缩根本不知道他母亲到底几岁了 嗯 然后他这一年来 他都没有到养老院去见过他母亲 是 再来就是他在他母亲的棺木之前 还喝咖啡 嗯 然后睡 呼呼大睡 嗯 就很累嘛 嗯 然后还抽烟 嗯 然后养老院里面的那些朋友来 来首陵的时候 一个个哭 嗯 不是沉默悲伤 就是有一个阿姨还哭的乱七八糟 嗯 但是相较于这个儿子墨缩 他一滴泪都没有流 嗯 所以从故事一开始 你从他对母亲的死的 这么 这么平静的反应 你就开始会想像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嗯 但是等到他回到 回到工作的岗位上 你又发觉 他老板还想要让他去巴黎 就是这样的大都市闯一闯 觉得他工作非常有干净 那他常常去的一个小餐馆的老板 也是对他非常的好 就好像照顾小老弟一样 甚至也有那种陌生的邻人 觉得说 我有一个麻烦 请你帮我写个代笔 是 写个信来 觉得他是个上路的兄弟 上路的兄弟 当我的哥们 是 所以这样子 在墨缩的眼里你看到的是他对这世间就觉得 好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帮你做 你问我 我要不要去巴黎工作 我觉得 不置可否 反正你让我去我就去 是 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怎么样 他就顺从 嗯 他常常在故事的前半段 你会看到卡谬写 墨缩对这个所有事情的反应 通常是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嗯 我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嗯 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或者是说 嗯 都是一个无所谓 或者就是无所谓 这三个字 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怎么 怎么这么无欲无求 怎么这么平淡又疏离啊 对 他跟这个世界离得太远了 很冷漠 很冷漠 一直到有一个夏天的 一个午后 他跟他的那个哥们到了海滩边 嗯 他那个海滩 他的哥们其实正 正为情势所苦 就是 他跟他的女朋友有争执 然后女朋友的哥哥 就伙同了一些人想要找茶 所以他们在这个 夏天的午后呢 在海滩边 就有了一些小争执 那本来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没想到呢 莫梭后来 他自己又折回去那个海滩边 嗯 他其实也没有 他的脑袋真的没有在想什么 嗯 他只是说 真的就是太阳太大了 嗯 晒得他头晕目眩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跟其中一个阿拉伯人 有了一点小小的 眼神上的接触吧 嗯 两个人就好像一团火爆炸了 嗯 他就不知不觉的 掏出了口袋里的枪 嗯 把阿拉伯人给打死了 嗯 但没想到呢 他看到那个躺在地上的尸体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不出个理由 嗯 他又叮叮叮叮 四枪又把他打下来 嗯 所以这个中间迟疑的那个时间 还有后来的四枪 就造成了他后来在法庭上受审了一个 是 很重大的因素 是 好这样子莫名其妙杀了人 到了法庭 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在不停的 在法庭开庭之前 嗯 他要去跟 世上的所有的人 嗯 比如说跟神父 跟律师 跟法官 跟记者解释说 他为什么杀人啊 嗯嗯 但问题是莫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杀人啊 为什么要杀人 对 他只能说就是那天天气太热了 嗯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是这个世间是无法 无法容忍你 嗯 杀了一个人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因为他没有给一个 大家认为你杀了人之后 应该有的样子的样子 或者是说法 是的 他没办法给出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对 那加上 然后他自己又不愿意去 去阐述 对 他又不愿意去演出这个样子 对 比如说有人就会建议他说 嗯 听说你的母亲刚过世 你应该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可能 我就建议你往那个心神衰弱的方面去为自己解释 对 但是莫说就很很 应该说是很坦然的去说一句 可是我并不为我母亲的死感到悲伤欲绝 所以 他不愿意去说这个谎 是 那连律师也受不了了 就觉得我想要办法帮你脱罪 你怎么这么的置身事外啊 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 莫说他从头到尾 你就看到他是一个 呃 让旁人 或者是说世俗 这个制度 社会 一个无法理解的人 嗯 他不受我们一般常规的管制 嗯 你母亲死了你不哭 然后 而且隔天你还去海滩玩 嗯 而且认识新女朋友 是 更夸张的是你们还去看了一部喜剧电影 嗯 怎么可能呢 对 然后你说你 你并不是预谋的犯罪 嗯 但是你 为什么开了第一枪之后 停顿了一回 你又开了四枪 嗯 他明明已经死了 再来就是 哎 人人都知道那个男的他是个拉皮条客 嗯 为什么你会说并不是 嗯 而且还还帮助他 以哄骗的方式写了一封信 骗那个女朋友回来 是 让他挨揍 嗯 所以种种不道德的事情 都强加在莫说的身上 但莫说无法理解 会 他可能心中还会觉得说 你们帮我编的理由都好具体 嗯 之类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犯人 嗯 尤其是这个法官他 检察官 他其实一开始私底下很想要感动他 是 就是 就法律上这个 硬的法律 没有办法 感化你的时候 嗯 大家都会期待 正常的人有一个心灵上的进化 是 所以会跟他说 呃 有天主 或者是有一个无形的力量 他爱你 他照顾你 他照护着你 所以你只要真心的忏悔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得到解脱 嗯 但对于墨缩而言 他并不相信这一套 嗯 他甚至到后来 对于 呃 监狱里面的牧师 一再的来探访他 希望他能够 告诫 悔改 或是归 归向这个 无形的力量 他感到非常的愤怒 嗯 他觉得 什么无形的力量啊 嗯 我生活在 我现在的这个世间 你的力量 根本到达不了这个世间 嗯 你根本帮助不了我 我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 其实只有我一个人 是 所以我能够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那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是 故事到后来他 他 当然是被判了 死刑 嗯 但其实就律师就会劝他说 你可以考虑要不要上诉 嗯 那莫说他在监牢里面 他左思右想 他后来 其实也想过说 如果上诉 然后 他的死刑被驳回 嗯 他一定会有那种 哇感激涕零的感觉 嗯 可是这么一想之后 他觉得那一瞬间 那个 松一松了一口气的快乐跟幸福 对他来讲可能也就只有一个 中头的长度 嗯 所以他最后他其实是选择了他不要上诉 嗯 他就接受这个 死亡的判决 但是对他而言呢 他就 他就非常的 明快 尤其是他 故事 我建议那个 最后十页把读者一定要一口气读完 嗯 尤其是他对那个牧师嚷嚷的那一整段 嗯 他就说了很多 嗯 关于死亡 还有关于面对 死亡之前 我们这些人到底能够做什么 嗯哼 还有对于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 是 他说了非常多的 精彩的话 嗯 就会敲在你的胸膛上 嗯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一定要我们的读者亲自去读哦 是 那因为谈到这边 其实最后 我很想要跟大家 分享一下 也是跟银如做一个呼应跟互动 其实在整个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主人翁默说他的疏离 他的冷漠 是 当然我不认为说疏离跟冷漠是一个 我们存在的 嗯 必然的状态 嗯 我也不认为就是说它是唯一一个 我们看懂真相 是 的一个解决方法 是 是 因为它可能会伴随着一些 我们在真实人生里面的副作用 嗯 但我要说的就是呢 其实 是不是卡米尔某种程度上 运用主人翁的疏离跟冷漠 嗯 然后创造出这个主人翁跟所谓的世俗世界的规则 拉出一个距离 是 因为你唯有拉出那个距离 你才能够去用一个相对比较客观 相对比较冷静 相对比较不带投射的方法 去看原来这个世界它玩的是什么游戏 是 原来它的游戏规则是如何 是 其实我们看到 在我自己看到异乡人最后 在尤其是 呃 后半段在 没说接受法庭审理的时候 那在律师跟检察官之间的攻防站 是 我真的觉得太妙了 因为 所有人啊 包含检察官 包含審判长 包含陪审团 都在专注 在 不是 都不是专注 不是杀了人这件事 对都不是专注在他杀了人的这件事情的动机 或等等等等 而是都是在于去在意他 比如说他 为什么他母亲死了 他没有悲伤 对 为什么隔天还可以怎么样 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 OK 以犯道德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确心里有一把子 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 可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就是认同或皈依的某个社会 认为人应该要怎样的 是 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他里面就讲一句话 觉得太有意思了 他就说 应该不是说他说的 这是检察官说的 是 因为他们同一个庭里面 有审理两个案件 一个案件就是 莫说他杀了人的案件 另外一个案件是 有一个孩子杀了他父亲 然后在做最后的结辩的时候 检察官的表述他就说 当我说今天坐在被告席的这名男子 就是莫说 得一并为明天同一个法庭审讯的谋杀案负责 你们不会认为我言过其实 因此他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是 其实我们真的稍微冷静想一想 一马归一马 对啊 干他屁事对不对 可是你有发现我们有时候 在面对现在媒体发达的时代 有很多事情他真的就是 我们该重视的事物的本质 往往就是在于 可能很多媒体的轰炸 各个立场跟各个角度的诠释 可能在很多人说就是犯政治化了 或者是模糊焦点了 没有到最后就没有人在乎 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于莫说这件事他本质 就是他犯了一个杀人罪 对 他的本质是这个 可是所有人在讨论的都是 非本质以外的其他东西 其他的我们所谓的 我们预设立场的观点 我们认为应该要如何 所以其实这本书我觉得 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他有他的跨时代性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可能过往的电视媒体的时代 还是现在网路媒体的时代 我都觉得其实虽然网路媒体它高度分重化了 可是当我们在某一个群众或者在某个存在状态里 其实我们也都隐隐很隐为的去认同或者是不假思索的接受某个我们身为某个角色就应该要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好像被定型了 对其实有时候适时的把自己做一个抽离 或者是把自己跟这些所谓的规则做一点距离 你就会更有意识的去选择你的当下 是 对因为其实小说或者是戏剧 他总是对于一些事件 他想要去做一个相对极端化的呈现才能看得出差异 可是针对我们的真实人生的话 其实我看异乡人我真的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在他生命里 他都是异乡人 但都也必须在有意识的状态底下 试着当一个异乡人看看 你才能看到一些 其实有些事情你不用按照这么样去做 有些事情的荒谬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有些事情对于你来说有它独特的意义 诠释 还有你个人有属于你个人存在的智慧的展现 是 对 所以今天很开心盈如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凯云 也希望盈如日后能够多我们带来一些麦田出版的经典著作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OK 那谢谢你的收听咯 希望你不要错过卡妙的异乡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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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